《道光皇帝》 他急切地召见了自己等待已久的第一位大臣,前一天才赶到北京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与其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 此后,他一连八天日日召见林则徐,被誉为国初以来未有之矿点。 最终,林则徐被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奉旨去广东查尽鸦片。 《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关于此事的起因,传统解释是这样说的,因为英美等国对华鸦片走私,严重伤害中国社会,并造成白银大量外流。 同如,弘如四卿黄绝资上奏,请颜赛露之以陪国本折,要求严禁鸦片。 经大臣讨论,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夥导了以其善为首的石禁派,林则徐于是被盗光皇帝派往广东戒烟,清朝元时时。 要向我们展示的事实,与这一传统说法却颇有出入,黄绝资与林则徐早就相识,二人都曾经住在北京宣武区,现已被划归西城区,是轩南诗社的活跃成员。 轩南诗社不仅是一个北京官员交流诗词的文化俱乐部,更是一个政治俱乐部。 林则徐、黄绝资,以及请言赛露之以裴国本折的真正作者张继良,都是轩南诗社的骨干成员。 在鸦片问题上,轩南诗社一直持严禁态度,其成员曾经多次就此问题向盗光皇帝上奏。 但是,与此前轩南诗社的其他禁烟斗者不同的是,请言赛露之以裴国本折,不仅要求严禁鸦片,而且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一年内还不能戒除鸦片烟瘾的吸毒者全部处死。 主要论据是英国、荷兰等国也都有处死拒搏借引的吸毒者的法律条文。 二事实上,这一论据并非事实,正如上文所述,鸦片在英国、荷兰等国都是常见的合法药材,鸦片贸易合销。 费一直受到政府鼓励,展开全文上图宣南诗社就职,一直倾向于严禁鸦片的道光皇帝越兰,请言赛露之以裴国本折后,颇为动心。 但出于谨慕,他将此折下发给各省总督巡抚,要求他们就此发表意见。 当时在二十九位都府之中,直立总督齐善等二十一人都反对,请言赛露之以裴国本折,认为全国吸鸦片者极多,隐大而难以借除者不下百万, 如果要把他们都处死,是鲁莽的新普天之大鱼,几乎无法实施,如果强行推动,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不能盲目照搬传说,中的吸氧酷刑。 他们还认为,禁烟的重点是一口通商的广东,所以,只要在广东盐查鸦片就够了,暂时没必要将它扩大到全国范围内。 赞成该提案者仅有林和徐等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黄绝资的禁烟奏者,因此被否决。 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其善史无前例的,在天津外海抓获了一艘鸦片短船,缴获鸦,片十三万一千五百斤,可供三四万瘾君子吸上一整年。 外国鸦片贩子带着这么多鸦片,到紧邻北京的华北沿海来销售,令道光皇帝极为震惊。 一个星期后,庄亲王义士等贵族在北京的一座尼固安中聚众臭鸦片,被官兵当场抓获。 燕独侵染皇室令道光皇帝极度恐慌,于是,决定对外国鸦片贩子采取严厉的反制行动。 议事事发三天后,他便照林泽徐进京,打算派他去广东进烟。 三大光皇帝严禁鸦片的决心无庸置疑,但是,他既然决定在广东进烟,为什么不选择要求,只在广东进烟的齐善,而选择要求,在全国进烟的林泽徐。 齐善尽管和大多数官员一样,不赞成宣满施舍要求,处此全部吸毒者的极端要求,但他在行动上一直坚定禁烟,而且,刚刚取得重大禁烟成果,经验丰富,出身贵族,政治可靠。 林泽徐虽然在奏折中有鸦片一日不处,数十年后,中原基无可预敌之兵,且无可重。 想知淫的豪言壮语,但在辖区的实际禁烟成果上,还不如其善的十分之一。 现在,道光皇帝偏偏派林泽徐去广东禁烟,而不对全国各省下拿同样的禁烟任务,这不是让林泽徐去执行其善路线吗? 至于黄学兹处死全国吸毒者的要求,后来,连道光皇帝自己都忘记了。 难怪道光皇帝要连续八天找林泽徐谈话,这根本不是什么恩宠,而是因为,林泽徐对让自己单独去广东禁烟的这个执行其善路线任务有抵触情绪, 道光皇帝不得不亲自耐心做思想工作。 林泽徐确实对去广东禁烟这个任务有抵触情绪。 按照他本人的记载,在抵达北京前四天,原本正在北京向道光皇帝述职的直立总督齐善,就专程南下迎接他, 两人在安宿县今和北省徐水县相遇,交谈了一整天。 四其善本来可以在北京等林泽徐,他之所以迫不及待赶往北京西南, 仅一百千米的安宿县去,提前会见林泽徐, 其实,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授意,召开一场预备会议,先行向林泽徐做思想工作。 传说,习善当时告诉林泽徐,皇帝有意派他去广东禁烟,但是,无起编辑, 不得因此引发与外国的军事冲突,林泽徐不以为然,慢应之, 五、林泽徐受任钦差大臣以后,同为宣南师社成员的公自贞, 专门为他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邻工序,提出十条意见,并强烈要求,随同林泽徐一同南下。 六、林泽徐虽然感谢公自贞,却表示, 失事有难言者,托人劝阻公自贞,不肯带他去广东。 七、这大概是因为公自贞是才自傲,在官场上树敌极多,连时任礼部尚书的叔叔, 公首胜都得罪了。 林泽徐知道,如果带这种人在身边,会给自己惹麻烦。 果然,一年后,公自贞就辞官回家, 两年后在赴上海营战英军前夕突然去世, 其子功成怀疑父亲是被清朝皇室毒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主动参。 嘉英法联军带领他们去火烧圆明园泄愤。 挖林泽徐可不是公自贞那种是才傲物, 愤世极俗之辈,他在官场上磨砺了多年, 八面玲珑,懂得规矩。 他很清楚,道光皇帝和齐善, 正在给自己下套,自己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 双方都希望严禁鸦片,此外, 却无共同诉求。 道光皇帝授予了林泽徐钦差大臣的职务, 这是巨大的权力和无上的荣誉。 可是, 户部和内务府都没有拨一两银子的财政经费。 也就是说, 林泽徐有义务自费查尽鸦片, 他为此能够动用的, 仅有钦差大臣、 左都御使、 胡广总督这三份工作的薪水及养联银, 加起来一年仅有几千两百银。 即便再算上当时官场常见的各种灰色收入, 从小面对巨大经济压力的林泽徐, 对此并不排斥, 充其量也就三四万两百银, 而且需要在北京官场支付各种明目的感谢费, 所欲不过一二万两百银。 以当时的物价水平, 一万两银。 自供养一个普通官换家庭还算充裕, 但顾几位幕僚就很拮据, 更别说给浸烟的官吏兵丁发放奖金, 采购装备了。 显然, 对林泽徐来说, 自费查尽鸦片, 是一个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 摆在他面前的财政道路, 只有两条, 第一, 贪污, 第二, 劝捐。 林泽徐素有清明, 号称林兴田, 虽然不像海瑞那样拒绝一切灰色收入, 但即便是为了查尽鸦片, 他也不会选择大肆贪污这条不归路。 所以,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 利用自己的职权, 找广东的有钱人募捐, 而广东的有钱人, 又非广东十三行莫属。 于是, 这个纷繁复杂的谜题又转回原点, 道光皇帝为什么选择林泽徐去广东进监? 因为林泽徐是当时所有总督中唯一的福建人。 上途道光皇帝道光皇帝非常清楚, 要想真正把鸦片改出中国市场, 就必须有广东十三行的全方位配合, 而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 又有着千丝万。 旅的联系, 其中一些行商, 更是直接参与鸦片贸易, 利用其遍布全国的购销网络, 将外国鸦片贩卖到中国各地。 摧毁广东十三行是不可能的, 那将会导致清帝国的经济大崩溃, 甚至连道光皇帝本人的收入, 也会大大缩水, 因此, 只能软硬兼施, 说服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脱离关系, 并且资助清政府严禁鸦片, 这就要求当事官员, 能够与广东十三行建立充分密切的联系。 自雍正以来, 广东十三行的核心成员, 几乎都是福建人, 日常使用独特的闽南话。 对齐善这样的老北京人而言, 闽南话几乎和英语一样难懂。 此外, 鉴于广东十三行与反清组织天地会的秘密关系, 如果这位福建籍官员, 还具备对天地会的斗争经验, 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 道光皇帝选择了林则徐, 也只能选择林则徐。 基于同样的理由, 精通福建各地方言, 却不懂广东话的林则徐选幕僚, 不要浙江人公自贞, 而是专门找了几。 立广东, 于土俗方言本届安晓的老部下藤凤池, 令他遗憾的是, 他最亲密的福州同乡, 协助他, 在长江三角洲, 推广站城道的左膀右臂, 江苏暗查使李彦章, 于1836年去世, 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也是不祥的兆头。 一大清宣宗成皇帝石录, 卷316, 二, 林则徐集日记, 杨国珍, 林则徐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比34, 3万8191至1933, 大清宣宗成皇帝石录, 卷298卷, 317, 4, 林则徐集日记, 五雷记, 荣承贤化, 6, 公字真权集, 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比169171期, 林则徐, 达公定安书, 8, 沈卫斌, 道光19年, 从禁烟到战争, 上海, 华东诗范大学出版社, 2014比4852, 本文摘自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 广东诗三行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